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1908年的时候,光绪皇帝去世,当时的太后也已经是危在旦夕,所以太后就直接下旨,让溥仪继承皇位。 当时的她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,对于前世金钱等东西,都没有一个概念。 而且当时大臣们去接她的时候,她怎么都不肯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,整个人大哭不止,当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,她的奶娘出来了,为了她几口奶,瞬间她就不哭不闹了。 人们觉得这个奶娘非常厉害,于是就将她也带回来了宫中。 刚进宫的溥仪,对一切都感到非常的陌生,她还要去定床前看太后,但是当时太后的容貌,实在是太吓人了,面黄激瘦,这样的容貌吓到了她,于是开始大哭起来。 太后看见她不停的苦恼感觉非常不吉利,于是就让人带她下去,离开以后她马上就去找自己的奶娘。 其实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当时的溥仪是非常依赖自己的奶娘的,并且在她的心里认为奶娘是和自己最为亲近的人。 后来她成功地当上了皇帝,由于环境和自身的原因,她变得比较冷漠,而且无缘无故就信赤姑女或者太监,而且还喜欢捉弄人。 因为身份的原因,没有人敢说她,但是只有她的奶娘敢教育她,虽然她从来都不听别人的话,但是她却能听进去奶娘的话。 一次她故意将铁纱放进了糕点中,然后赏赐给太监,当时她的奶娘看见了,于是就问她喂食。 我们要这么做,当时她说只是为了好玩,想看看太监吃了铁纱是什么样的反应。 于是她的奶娘就告诉她,这种东西人吃了是会把牙齿弄坏的,牙齿坏了人就没有办法吃饭了,人就会死的。 听到这些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,于是就停止了这种行为。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奶娘,是一个非常善良,并且能够分辨是非,所以她对溥仪的一些教育,是让溥仪健康成长的关键。 后来每当溥仪回忆起来的时候,她都能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,从她的言语中,也能够感受到她对奶娘的感谢。 在冷漠无情的皇宫中,只有奶娘能够给她一些爱和温暖,虽然她的奶娘并没有上学什么学,甚至都不认识字,但是对她的影响却非常大。 后来结婚的时候,她还特意去邀请了奶娘参加,并且把她重新接到了宫里,让人对她进行精心的照顾。 四五年的时候,由于发生战乱,奶娘最终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。 对? 感谢观看